掌握重点轻松动 享受肉粽不要粽 端午年假吃了好多口味的粽子 但现在觉得肠胃不太舒服耶 体重也增加了 有没有什么运动可以帮助我啊 当然有咯 身体健康掌握三个重点 第一个要记得肠胃按摩 缓解消化不良 第二个要做躯干核心 旋转运动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 第三个要记得挥汗舞动自己的肢体 避免体重增加 所以现在让物理治疗师教您怎么动一动吧 重点一肠胃按摩 按摩的顺序要从小肠按摩到大肠 小肠按摩的位置是以肚脐为中心 往外伸直浮宽 按摩的方向从左上 左下 中下 右下 右上 每点按压五下之后 再按照顺序按摩 再按照顺序画圈按摩 大肠按摩的位置是以肚脐为中心 往外五指浮宽 大肠按摩的方向 就会从 右下 右上 中上 左上 左下 一样按压五下后按照顺序画圈按摩 重点二 核心旋转 我们要训练身体躯干的活动 尤其是我们两侧的腹斜肌 这样可以让我们腹部的器官 蠕动得更好哦 动作一 侧躺旋转 在侧躺的姿势下 双手伸直并拢 双手跟肩膀同一个高度 双脚屈膝90度并拢 上方手臂向外打开 实现跟着指尖移动 打开停五秒后 回到原姿势 重复五遍 再换边 动作二 仰躺旋转 在仰躺的姿势下 双手伸直打开贴床 双手跟肩膀同一个高度 双脚屈膝踩床上 用腰的力量 将双脚往右旋转 同时头往左侧转 停五秒后 回到原姿势 再换边执行 动作三 左肢旋转 坐在椅子上 双手呈举重姿势 双脚弯曲并拢 深呼吸 用腰的力量 将腰部以上往右转 停五秒后 回到原姿势 再换边执行 重点三 挥汗舞动 肢体协调性的运动 可以增加心肺耐力 以及卡洛里的消耗 每回执行下面三个动作 共十分钟 一天三回 就可以避免我们的体重增加哦 动作一 滑龙周 在坐姿下 双手握住毛巾两端 并往前伸直 抬起到肩膀高度 双脚原地踏步 上半身同时往右转 双手也要往右下方拉 之后换边 动作二 之后做手脚开合的动作 动作三 鱼跃龙门 坐在椅子上 双手握住毛巾两端放膝上 双脚弯曲并了 双手旋转往同底方向绕圈圈 双脚原地跳 到同底后 再旋转绕圈圈 回到原来的姿势 以上动作都学会了吗 欢迎大家 跟我们一起健康动一动哦